戴皇后 大哥 这是干什么吗 你不是说 有一半弟兄都听你的吧 皇后 他说没说过这种大女不道的话 说过 老二 干咱们这个行当 一是赌的义气 二是赌命 可是你赌输了 你不忠不义 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帝兄们 我不涂这个蟹 我只图 弟兄们相信我 咱们这个山头 历了有三十年 之所以打齐不倒 就是因为我们弟兄们抱成团 前阵子 黑飞带人投奔了江州官府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已经灭了他们 你们说 灭了对不对 对 咱们跟官府势不两立 谁要当走狗 杀无赦 杀 可是 有人 就是不知道死啊 前天 绑上山的肉票 你们有的看见了 有的没看见 知道这肉票是谁吗 是江州道 刘道颖的亲信 黑飞 投奔官府 就是受这个刘道颖的调遣 我本想设服除掉这个刘道颖的亲信 可是我们的二当家 抢在我前头 他不仅坏了我的大事 还给我演了一出双簧 他把赎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还把肉票给我放走了 二 以我兄弟的交情 到此结束了 今天 我放你走 愿意跟你走的人 我一个都不留 请吧 报告 大哥 后悔游戏 走 你也可以走了 谁还愿意走的 好 愿意留在我身边的 不管以前做什么事 我既往不咎 咱们还是要报征团 同舟共济 贵妇同降 老三 今晚摆宴戏 套劳大家 冷喝冷喝 莫儿 出什么事了吗 太太怕事要咽气了 太叔让我们赶紧准备后事 那快去吧 那快去吧 老三 快点 他妈的 连老子都不认识呢 二哥 老大让我们来给你们送行 二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叔 表少爷呢 小姐找他 出去办事了 出去了 去哪了 别多话 快陪小姐去 小姐 你别这样 柯先生不是说过了吗 他不会醒过来的 柯先生是说也许 就算 我生起娘的好多做法 可我这会儿才明白 我还是舍不得他走 我这回好难受 我是不是 要把爹爹叫来啊 太爷最不容易见的人 就是老爷 你最好不去 是啊 我知道 他们再也不会很好了 可娘要是真的走了 还带着对爹爹的恨 我也替他难受 前些天 我和娘生气的时候 我心里还想着 等娘走了 我就想怎么就怎么办了 那个时候 我还不相信 他真的会走 可现在 说来又来 不敢相信 都不是 安安 安安 老言 是我 你来干什么 老言 我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你还能不顾一切地跑来看我 若他都买到他 就只有你陪在我身边 老言 我带您走 咱们一起逃走 我要是想走 除电机关得住我吗 是我自己不想走罢了 爹 你等着看 老心还在后头呢 来 吃苹果 老爷不走了 是不是等他再死 我现在还不想让他死 他最好再多活几天 让他哭着求我 让我忏忽 可太太好像真的快不行了 太叔已经吩咐下人 准备把后世的东西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见莫他们抱着白布 你看清楚了 我听莫亲口说的 千真万确 我真的大乌里乱 我想灰春楼这边 站岗的家庭肯定不多 太叔顾不过来 所以我就朝这边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把他全吐散了 好 好 吐 吐 吐 孙孙 来 把他放开 来 来 慢点 变血 变血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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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回去 混进内院 初年期一演戏 你马上来给我报信 老爷 我想陪着您 大乌那边现在乱成一团了 顾不上这边 你就别让我走 你以为现在没有危险 现在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 初年期已经跟我撕破了面皮 他要是不死 我还能活 他要是死了 死之前绝不会放过我的 太太 太太会这么狠 他要是不狠 就不会这么处心积虑的对付我了 那我们一起逃走 不是更好吗 李 患难见真情 你是一个好女人 我本来就喜欢你 现在更喜欢你 老爷 李丫头终于等到老爷这句话了 我就是马上为老爷死 我也知道 说什么话呢 我们不死 我们要好好活着 李 我实话告诉你 阿南已经去江州班救兵了 所以我必须留在这里接应 如果我们逃走了 很快就会被察觉 然后他们就会严加防范 到时候阿南即使带了救兵回来 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了 可要是救兵没来 太太就厌弃了 那您不是一样会没命吗 只要你随时把初年期的情况通报给我 我有了准备就能从容极异 你赶快走吧 老爷 李 你快去吧 咱们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快去吧 那你一定要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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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告诉厨房的老妈 让他多少点热水 会 你也累了 去歇着吧 我给她吃了暗魂伞 她的经脉已经全毁了 站不起来了 她以后也不用再站了 这么多后事吧 从现在起 她多活一天 那也是赚的了 何先生 我们家太太 还能撑多久啊 说不好啊 按说念琪这样折腾自己 她早就该走了 刚才从阎王殿能回来 我也是司马当火马医的 老太太 我先休息一会儿 等她安稳了 我再走 来 这边去 我来 好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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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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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快走 快走 快 开车 抓住 快 要去见老爷 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去看看她 老爷太可怜了 太太已经不要她了 我愿意伺候她一辈子 太叔 你就成全我吧 你可真是一片痴心的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 我做不了这个卒 回头我请示太太的小姐 今天先回去一下 我找件房子你歇着 哪儿也不许去 太叔 我求求你了 你放我走吧 喜的 带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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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叔 你就不想着 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知道 怕她就要死了 去吧 小子 得不思认 她 再可 往 走 合 走 走 走 你干嘛不走 你就是要走 我也不会让你走 你为什么不杀我 你之所以能保住性命 是因为慧丫头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吧 百德堂 与我有恩 我和太叔又是忘年交 慧丫头 为什么到百德堂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也正在追查 杀害他家人的凶手 在这一点上 我能帮你 你也能帮我 大当家的 如果真能查明真相 我愿意为你干脑徒弟 我讲义气 可我也知道 无独不仗 今天我要是不收拾了老二 他就会收拾我 这一点 你明白吗 这跟我没关系 我上山落草 投拜尔当家的 是为了救会 但是 大当家的不杀我 还愿意帮助我 请收拾报一拜 请收拾报一拜 年轻描 你也吓死我了 年轻描 说几句话就歇着吧 不能再劳神动心了 柯伯伯 那我就不送您了 柯先生 好 娘 你会好起来的 我是要好起来 我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做呢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有什么事情回头再说 今天要好好地休息 你的手真暖和 娘泡了热灶 也没有你的手这么暖和 婴儿啊 等娘闭眼的时候 让娘也拉着你的手 别让娘鼓吝吝地走 娘 我会陪信你的 女人 我不会离开你的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百德堂是大门紧闭 下午那阵子 柯先生被请进去了 待了大概一个时辰就走了 那赶紧问问他 我这不是刚从他那出来吗 这个老花头 他说是给楚念琪送补药 还说是早就订好的 我问他见没见陈天恒 是不是又跟楚念琪吵架了 他这么说 他说一直在屋里待着 跟楚念琪聊天说话 没见着陈天恒 这事情太蹊跷了 陈先生不会不告而别啊 我思来想去 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被太太关押了 二是又被土匪绑票了 阿南这回也没仔细说 他们被土匪绑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 朕有可能是 翠峰山的土匪出手 帮楚念琪 这我怎么知道 这楚念琪 现在是云禅雾罩的 跟咱打哈尔 咱们 臣就没办法了吗 不是还有个楚雪韵吗 小姑娘没城府 对陈先生要清静 她会说实话的 你看 咱们找个由头进去 探探她的口风 好 就这么办 老爷 以后每顿饭 给您放在篮子里头 一拎上来就可以吃了 吃完以后 把碗筷放进来就行了 以后啊 您想吃什么就说一声 我让厨房给您做 阿泰 您就这么对我 我是怕您不愿意见人 所以 所以 才出此下策 念琪怎么样了 太太啊 挺好的 哦 丽丫头 想从水道钻进来 被人抓住了 您想见她吗 她被关起来了 老爷 让您歇着 让您歇着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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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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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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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太就是疼你啊 就说你跑走的那天吧 太太当着外人的面 她是板着脸不说软话 可回到屋里啊 她急得团团转 赶紧拍太叔带着人 去干地的跟着你 过一会儿 家庭就会回来报一次信 太太真是担心你有什么闪失 她要是在那里接我的想法 那才是真的疼吗 我脑子笨 但我看得出来 太太比你干这个干那个 那是她知道 她的日子不多了 她在帮你料理家事啊 这就像我小时候 干沙发大水那样 我娘把我放到树叉上 连口吃的都没有给我留 一眨眼的功夫 我娘就被大水冲走了 你想啊 最后的时候 做娘的 只能给你捡最要紧的事做 其他的 也都顾不上我 小姐啊 你也应该站在太太这边 寻思寻思 我娘的老邦 我娘的小姐 做人是什么 我娘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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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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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就说 您别动 我这对是怎么办 怎么可能又是他 我这是怎么了 你要的 是坏 可天生说 您的腿不能动 不过兴许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家头 你累了一夜了 歇着去吧 娘 您的腿会好起来的 云儿 娘怕是真的不行 昨天吧 我都奉你的力气 都快好起来 娘 你别再吃你些不要了 你都知道了 那你就疼惜疼惜娘吧 娘 我疼你 我真的疼你 那你就 按照 娘的意思去做 成亲 张家 和保留 成亲这个家 你委屈 根儿就记载 你到现在还看不清你爹 到底是个什么人 总觉得娘在欺负他 是吗 娘 也许 是你误会爹爹了 我倒宁愿 这是无解 可我跟你爹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能不知道 他做的每件事 说的每件话是什么意思吗 有些话 我不愿意说出来 我是不想回到这个家呀 云儿 娘不是小心眼的人 就算你爹 有再多的委屈 这些年 百德堂给他的够多的了 可他却一次一次的让我失望 他和丽娅都干出了那些丑事 他却应该离开百德堂 他为什么不走啊 他是贪心呢 他是想要整个的百德堂 他是想让百德堂 改姓他的臣 你知道吗 娘 可他毕竟是我爹爹呀 我曾经都干的 他真的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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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说每天要教你三个字吗 这两天我都忘了 今天我们补上 来 把我前两天教你三个字写出来的 我看着 快写啊 不写 忘了 肯定没忘 来 快写啊 我就不想写它的名字 你要教我别的字 我就学 好 今天 我教你四个字 爱情 自尊 娘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以前我答应你长家 其实是为了应付你 从今天起 我要踏踏实实的 做百德堂的女主人 月儿 来 娘 要听的就是这句话呀 那你和 保留成亲的事儿呢 婴儿 只要你们俩成了亲 娘 什么事情都让你做主 孫姑娘 你找到了 你懂事儿呢